广场 微博广场和个人主页其实套路是基本一样的 只不过多了一层什么多了一层缓存 缓存我们一直还没有用 那我们就重点看一下这个缓存层怎么做 其他的部分和个人主页是基本上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该略过的地方就略过去 就不要一行一行写在码了 这样的话有点浪费时间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因为和模板后端渲染也是个人主页一样 但是用到了缓存 这个缓存我们接下来会重点讲 然后是加大更多 这个加大更多也是跟个人主页是一样的 最后是单元测试 基本上一个套路 第一个呢是页面和模板 我们看一下 也是回顾居住方案 然后呢查看模板代码 然后呢再去开发路由和渲染页面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回顾的 我们要关注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路由 这个square这个路由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微博列表 这块我们要后端渲染 这块跟我们刚讲完的这个个人主页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后面加载更多 加载更多需要一个路由 就是API square 然后路由帽 后面只有一个pdindex的一个参数 一个内容的参数就没有了 因为广场嘛 它不是一个人的广场 对吧 它是所有公共的一个广场 所以说它只需要一个 就当前加载更多的这个页面的这个index就可以了 它就不需要用户面了 然后就是我们说这个catch 就是我们从这一节之前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功能 不管是这个页面的一些数据获取 还是API的数据获取 我们都是先走到路由层 然后到control层直接返回了 control层会直接去访问这个service层 然后去操作数据库 这是我们之前的逻辑 那我们这一节的逻辑呢 就要加上个catch这一层 学完这个广场之后呢 整个这个层次的关系 我们就已经打通了 就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那好那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catch这一层到底该怎么去做 好首先第一步是要看一下这个模板代码 对吧 那我这儿呢就直接 从master直接去新建了一个分支 叫做future square 这个分支下面呢 我直接去新建了几个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建的这些文件直接改动 第一个就是我建了一个square .egs的这么一个模板 所以新建完之后 是因为这个模板和我们上一节讲的 这个个人主义的模板完全一样 而且少了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模板只有左侧 没有右侧 就是没有根源心心这一块 只有左侧 然后前面是一个微博列表 然后加在更多 跟之前是一样的 加在更多这部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传的这个API 应该是这个API square 路的帽 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广场的这个路的帽 然后呢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逻辑也是一样的 就整交互逻辑都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个模板建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路由的这个view blog下面呢 我们建了一个渲染广场业的路由 渲染广场业的路由呢 比这个个人主义的路由还要简单 因为它只是需要获取一个广场的微博列表 传入一个第一页嘛 第一页它要传入一个pindex是0 这其实不传也可以 然后获取了这个数据 这些数据跟我们刚才获取个人主页的这个数据 是完全 就这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去渲染页面就可以了 这个格式和我们刚才个人主页的这个格式 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会一横一横去写了 完全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 这个函数我们要重新写 这个函数是在controller里面的 controller我们建了一个blogsquare.js 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我只是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而已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写 我们会从这个函数开始写 开始写是这部分是我们可能的重点 另外这些已经新建的呢 就不是可能的重点 至少不是本级的重点 然后再来更多 再来更多也需要这么一个API 然后我是在这个路由的API 文件夹下面建了一个blogsquare.js 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里面呢 加载更多和个人主义的加载更多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个人主义的加载更多 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广场业加载更多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它也是需要从这个controller blogsquare 就从这个controller里面我们去把这个 获取广场业的微博列表这个逻辑给它完成起来 所以说除了这个不一样 直白其他地方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在银行箱上去把它 再给大家写一遍了 这样的话有点浪费时间 OK 那这个路由建完之后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在APP.js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路由给它引用 就是把这个API blogsquare这个路由给它引用 并且给它注册了一下 这时候写的是多号 这时候写的不是点 我特意关注了一下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到工作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controller里面 这个路由给做起来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重启呢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controller里面要先对应到catch层 然后catch层再对应到service层 所以说这块是一个重点 所以这会儿我们要详细的讲一下 其他部分呢 我们就跟之前一样就可以了